这个虚拟的信用卡虽然现在已经注册不了像甲骨文云这种云附近商的地方去消费了 但是其他的平台是可以消费的 像什么onlyfans的会员p站的会员然后youtube的会员youtube的这个频道会员都是可以用这个卡来开的 而且我用这个卡之前开的youtube会员好像首月还是免费的 然后用这个卡也可以去绑定这个google play商店去购买这个正版收费的这个app是吧 然后用这个卡你也可以去绑定这个美国的paypal 用paypal再去绑定一些平台 只要他这个平台有paypal消费的你可以尝试着用这个卡 还有又绑paypal原因有很多啊除了刚刚说的提高这个成功率之外 还有就是有些这个平台的消费是不支持国区的paypal的只能用美区的paypal 所以说用这个卡也是可以的我用这个卡我想想干了什么啊 买过google play的正版商店的app 然后好像还绑定过这个苹果的apple id里面的付款方式 好像绑了一个我记得不太听了 因为我最近没有用苹果的设备 然后还用这个开了白嫖了一个月的youtube大会员啊 就youtube会员开了之后可以去广告的啊 然后onlyfence的话没有最近没有观看 所以会员没有买啊没有买过会员 然后用这个还可以开什么p站的会员也可以开的啊 然后除了一些大厂什么甲骨文鱼 其他语言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卡去开一些不知名的云服务器厂商的试用啊 用这个西红卡去板试一下嘛 尝试的费用也不就一美元的样子嘛 小钱而已主要是 以小博大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虚拟西红卡了 虚拟西红卡的地址我放在视频下面的网址里面 感兴趣的话可以撕一下啊 不感兴趣就算了 很得了 更有 最不要 我 我 我